肉骨俠面 热乎乎的泡面上桌 一口接着一口还能一边打电脑 在网咖吃泡面 兼知是一大享受 不过有民众提问 为什么家中煮泡面就是没这么好吃 前网咖老板透露秘诀 第一步细节包装不要用丝的 用剪的才不会让面体破裂 接着调料包加入水中一起煮滚 再放入面条躺十秒钟就捞起来 接着在锅中打颗鸡蛋 开中火煮两分钟 等到鸡蛋煮熟 再次加入面体直到汤滚了 美味的泡面就可以出锅 如果是有肉类或是海鲜的话 可以先下 然后再下蛋 煮半熟的情形下先把它捞起来 客人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 面条没有那么烂 另外就连简单的煮水饺 也能做出特别滋味 这个是真的水饺 不少家庭主妇都有水饺煮破皮的苦恼 中餐大厨亲自示范 改用真的更方便又不破皮 用磁盘 而且还要擦一点香油 让它不会黏住 再来呢 因为它是直接就是结冰要下去蒸 小心不要让它黏在一起 多一层香油 不止防沾黏 还可以增加香气 如果是买冷冻生水饺 只10分钟就可以出锅 让料理更轻松 接下来 中生亚的王子文 王云霆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